在2017年的年底 终于来到了我一直期盼的京都 这个充满奇遇色彩的古城 晚上到达京都 吃了一家居酒屋 很有格调 食物独居特色且美味 我们居住的日式概念民宿 结合了现代元素 不但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而且温馨有设计感 第二天来到了著名的金格寺 平静的水面与树木 还有各种石头交相辉映 宛如一幅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市场里面有各种美食 简直满足了一个吃货的所有需要 里面的炸鸡和烤鸭是我的最爱 夏丰富素 可以世界ảng 我们要选择 我要选择 全世界的平静 很多山路 也不选择 也不选择 我就可以选择 写花 有写花 然后 Jeff 在这里 对 我 记录 写花 我 买了一些日本的传统小玩意儿 各种开心与满足 沿途到达了著名的八板神社 香火很灵验 也是跨年当地居民朝圣拜佛的地方 黄昏后各种灯笼亮起 整个人像是走进了一个梦幻禁忌的国度 有种莫名的激动感 隔天一早 慕名来到最有名的福建道河大社 大红色的日式建筑和白虎守护神呼应 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二次元世界 最后来到了清水寺 走过了二三年版和八板通这些传统日本街道 还逛了很多具有日本特色的小店 由于年底假期只能目睹二条城城外的样子 为此有些小遗憾 一天的最后是品尝美食的时候 章鱼小丸子 牛舌饭 炸猪排饭 各种日本特色拉面 并且自己还去肉店买了5A黑毛和牛 吃美食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京都的最后一天 坐火车来到了蓝山 为这里各种祭 毕竟朴实的画面所感染 使我整个人都放松到了初始状态 爬上了丰山猴子公园和小猴子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也是时候和这个与世无争的城市说再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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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